生干貝被夾完之後 師傅馬上要整盤補出來了 要生干貝自有啦 太棒了 這個顏色比較深的 是比較高級的 剛剛師傅倒一包只有兩顆 哇哇哇 我們就不要挑 反正都是生干貝嘛 哇 我們先潛藏一下就好了 生干貝自有 這個是剛擺出來的 食人鮮味閃壽司 整體而言 有吃到自己喜歡的就是開心 現在時間是7點10分 很大氣耶 各位看一下 生食其干貝 在餐台上浮滿好不好 反而鮭魚生魚片比較受人家喜歡 啊真的還不錯 第一次耶 滿滿的鮭魚卵自由啦 再說一次 平日的午晚餐就有哦 你像去國立廳要假日 時段才有鮭魚卵 在首選區 這邊沒有 太不可思議了 鮭魚卵在口中爆開 爽 太滿足了 我剛剛要去哪一盤 再喝一點要散湯啊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到了南港吃到飽 這個環境大家應該不陌生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台北六福萬宜酒店的 旭日全日餐廳 我們好像十個好幾個月了吧 又來 這次會來啊 是因為我有收到他們的簡訊 我找一下 如果你有收到這個簡訊 過一到週四的晚餐或者是午餐 每個人只要九百九 就可以來這邊享用 經理季的甜美夢境主題餐點 九百九十九元 再確認過 還要再加一層付費 鮭魚卵啦 記得要先吃 要不然汁都滴下來了 木樹芽 鮭魚跟鮭魚卵 超爽的 這個就是 我剛剛說好像照燥醬啊 拌腰 拌核桃跟小魚乾 超好吃哦 這個小魚乾鹹香哦 再加上額頭 哦 吃起來超酸脆的 生食級干貝 現在生食級干貝 要直接拿的 是不是好像也沒有了 我記得想想只有用煎的嗎 要不然就過壽司才有 這一邊啊 隨便你拿啊 好甜哦 雖然哦 六不萬宜酒店現在假日生蠔 已經沒有供應全生的生蠔啦 不過還保留這個 生干貝我覺得很可以啊 干貝 脆 牛 滿足啦 真的是 還不錯哦 下次如果有優惠我 我還會再來 我們大概好幾個月沒來的啦 餐台程色上有一些改變 先來看熟食料理區好了 台南生燙牛肉湯 這個湯頭感覺是要讚口味的 還挺不賴的 你想要清淡一點的口味 這邊有 東北酸白菜火鍋 下面有什麼鮮蝦啦 香腸還有肉片的配料 熟食區呢我覺得也換了不少 今天是平日晚餐 現在看到的是紐澳梁 先書繪珠了 取烤羅勒扇貝 因為是草莓祭嘛 所以有一些食材啊 有搭配一些草莓去做 增加一點風味啦 現在看到是草莓乳酪 鮮酥微雞腿 現點現做的湯餅區呢 有藥膳羊肉湯 個人覺得還不錯 還有南洋樂沙濃湯麵 也是推薦必點啦 紅酒燉牛腩 牧羊人羊肉派 羅勒莓果 蜜醋鮮魚 還有這個好像是新貨色喔 松露和牛肉夾餅 現在是餐集的中間 所以菜色不是那麼完整 大家就不要太介意啦 現炒季節食蔬 鐵板燒辣炒飯 中燒花雕雞 雞料理還蠻多的喔 塔香三杯雞 師傅我問一下 你這肉切完是放在這嗎 這個是現切給客人的 還是放在這邊呢 這邊爐烤牛肉切完 再放在檯面上 應該自取就好了 那些牛肉的一個配料 百里香杏鮑菇 法式松露洋芋泥 分排區啦 各式的綜合食蔬 燒賣 個人比較推薦 他們家的辣味酪米飯 非常美味可口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湯品具的話有藥扇排骨湯 今天天氣好冷 真的是非常的冷 奶油番茄濃湯 我們這部開給大家看啦 一式料理區 今天是鐵板石令煎鮮魚 迷迭香雞腿 有松阪豬 等一下吃爆它 印度烤餅還在 坦都里烤羊肉 我記得這好像是牛肉 印度牛角肉 扁豆咖哩 還有 南印芋頭 燉食蔬 Pizza有兩種口味 雞肉總會Pizza 杏鮑菇松露火腿Pizza 這邊 付原價的話 我覺得可能有其他更多的選擇 但是有優惠嗎 我覺得還可以啦 九百九十九加一層 大概是一千一油澡吧 現在晚餐吃到飽 隨隨便便都要一千三一千四起跳 這邊是綜合生菜沙拉區 大桶小魚 甄萌海鮮區 一樣不是這裡的強項 所以就簡單帶過啦 今天這個是螃蟹啦 小章魚 還有生燙白蝦啦 海瓜籽 今天有鮭魚親子首選 師傅我要一個鮭魚親子首選 師傅這個是小魚乾跟核桃是嗎 對 它這種叫做核桃小魚 okokok 有點像照燒醬耶 咖啡 師傅說這個好吃又很貴 千萬不要忘記了 哇 鮭魚卵 師傅很大氣喔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去玻璃廳了 跟師傅說鮭魚卵要多一點啦 還不錯 現在來六福萬宜酒店 全日餐廳的生魚片已經改在台面上自家了 所以各位就不用在這邊等師傅現點現天 平日的晚餐也是不錯的 有1234種生魚片 然後現在看到的是鮭魚 鯨魚 鯉魚 鮭魚 不用等到假日 有沒有 夠不夠大氣 日本生食雞干貝 好不好 平日晚餐在台面上自家啦 這邊則是一些捲壽司握壽司 我們就簡單帶過啦 肉盤 起司盤 煙燻鮭魚 草莓記的話今天是 花圓蟹肉草莓甜筒 這是嫩煎雞胸左層醋草莓沙沙醬 是這一個啦 這區都是草莓的啦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千萬不要把草莓都夾光了 油配料給人家 我覺得這樣還蠻不道德的 草莓藍文起司牛肉沙拉 墨西哥香料 海瓜籽 是不是還不錯 先把我的鮭魚卵手捲拿去皺味上放 好啦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麵包區 甜點我覺得好像有少了一點點 這個是他們家的手工麵包 我覺得也挺不賴的 如果你鍾情吃麵包後 我覺得還不錯 哈根大食的部分呢 有試童口味 芒果 麒麟巧酥 草莓跟咖啡 一樣是跟師傅點大道會給你 原本甜點櫃有兩櫃 目前只剩下一櫃啦 今天的水果有哈密瓜 西瓜 葡萄 紅 辛巴勒 草莓記可以吃到馬卡龍 甜點上面都有半顆 整顆 或四分之一顆的草莓 現在看到的是手工甜點 瑞士頂級巧克力 草莓 馬卡龍 草莓瑞士捲 都是草莓啦 檸檬香草起司 抹茶 羊尼姆 草莓 草莓 布朗尼 甜莓水果糖 彩虹蛋糕 古典 巧克力 雖然品項沒有之前多 但是我覺得好吃比較重要 而且每個甜點上面都有草莓 我覺得還不錯 哈加茅草莓啦 瑪德蓮 洋蔥口味抹茶跟原味的 草莓杯子蛋糕 當然來六幅 旭日 全日餐廳 烈日鬆餅 也是不能錯過的 我覺得搭配這個 煎奶油也挺棒 在各大飯店可以看到 國客金無限暢飲 沒意外應該是黃金拉格 這邊剩黃金拉格 之前好像還有德式小麥 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罐裝的飲料 有可樂 七喜 百事可樂 跟蘇打水 我們介紹到接近尾聲 柳橙汁西瓜汁 個人推薦一下 他們家的一元酸梅湯 超好喝的 還有這個 關西仙草茶也特棒 這兩個超推薦 這個唐寧手條四果紅冰茶 這三款飲料 這邊推薦必喝就對了 咖啡機 我來問一下師傅好了 師傅我問一下 平日中午也有生干貝嗎 生干貝 這只有晚餐嗎 校長沒有 午餐也有是不是 平日都有就對了 跟大家講一下 生干貝 平日的午餐晚餐都有 我覺得還蠻大器的 現在生干貝要在檯面上置起來 應該不多見了 剛剛師傅說要拿這個 腰果燒女子 感覺他用燥燒醬 跟腰果還有小魚乾 我還是抵擋不了 生干貝 我先夾幾片 先回座位上 好不好 反正在餐桌上可以自夾 你要吃多少就拿多少 但是東西再好吃適量就好了 不然 引起腸胃不適就得不償失 我們回座位上享用 今天平日 我是不知道大家是評的優惠 來還是幹嘛 所以人還不少 剛從餐台上拿的 藥膳羊肉湯 我覺得湯頭非常的清澈 羊肉湯我覺得還不錯 它羊肉是比較像羊肉片那一種 湯頭是還蠻溫潤的 你想要拉一點加一點生辣椒 我覺得也挺棒 它有一些火鍋配料 我覺得還不錯啦 等一下再問一下師傅說 如果不要麵線 你只要倒扇湯就不可以 松阪豬會貴的喔 骨燒松阪豬切得很大片 喜歡那個肉質控的 我覺得來這兒 它很厚切 不是那種薄的那一種 蠻 蠻冷的 這個有咬勁好吃 配生啤酒剛剛好 如果覺得味道太單調 旁邊有調味料 自己再加一點玫瑰鹽 我覺得也挺棒 我超推的那個米糕啦 但這邊的招牌 今天稍微比較軟一點 但是不影響它的風味 這辣味飯好吃 蔥版豬喔 推薦必吃 超大塊 生干貝的甜味 在口中蛋發開來 棒 不跟大家說說我愛繼續吃我的 爽啊 這個在續集好像也只有海膽干貝漢堡 這邊是整個的 生干貝 平日的午餐就有了 不用等到假日要記得 今天來我覺得甜點收走 但是有草莓有加分 熱食去有變換一些菜色 我覺得尚可 但是我個人是有我喜歡的菜 像生干貝 還是剛剛那個燒芋泥啊 微軟熟 我覺得 哇我就滿足了 哇草莓塔啦 這草莓超甜的跟大家講 各位不要草莓吃吃下面不吃 就是浪費就真的不客氣 中心拿了就要給人家吃完 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菜色 跟大家介紹 我們吃飽喝煮啦 以上就是在台北六福萬宜酒店 去日餐廳最新一季的菜色介紹 喜歡吃生食干貝 或是鮭魚軟手捲的朋友 我覺得這邊是首選 那假日呢它才有兩款的 調味生蠔跟雪蟹餃吃到飽 不過以平日的菜色有這兩個樣 我就滿足了 那至於喜不喜歡就 專看大家囉 全台灣最新的吃到飽 都會在這個社團 還有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好 好